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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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净植小姐啊 我最近是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啊 现在外面还有一堆记者在等着赌我呢 你们两个小情侣啊 小吵怡情 在我这里呢哭一哭 回去撒个娇 哄一哄 然后又甜甜蜜蜜 没事了 所以啊 不要特意来刺激我 我刺激你什么了 要不你跟夜人渣试试 客观上来说 夜人渣还算是个不错的情人 你用过的东西要我来捡啊 我 我还没有用 那冲几粮算是个完办 你忘记我们之前的约定了吗 没有 但我压根就觉得那个约定不怎么合理 只要你喜欢我一点都不在乎 不行 我都说我不在乎 我在乎 你越是为我着想 我更不能做出和闺蜜前男友在一起的这种事 没错 我是对她有一些心动 但那又怎么样 只是心动而已 跟我们二十几年的友情比起来 什么都不算 这有没有诺贝尔好闺蜜奖 你那么拼干什么呀 没办法 本小姐就是那么完美 中国好闺蜜我还我 我算是明白了 你来我这儿了 就为了两个目的 第一呢 第一 骂薛灵强 第二 来蹭下午茶 那婚期的时候准备怎么办啊 我们准备办一场慈善晚宴 旧一旧场 也真的做一些好事 到时候你和你们家大乔都过来 捐点好东西拍卖一下 那我就 想都别想 别拍卖你穿过的西服 我们办的这个慈善晚宴 邀请的都是企业家学者 你的西服 只有在宅男界才有市场 好吧 那去宴会的服装还要去借 好麻烦的 从你一柜里给我挑一家 你还是什么都吃 就是不吃亏 本小姐什么都要 就是不要脸 我先去啊 那个鱼尾的我喜欢 你不能拿 是吗 在雨中约会这种事 不是应该情侣之间才会做的吗 你觉得是约会 我是来看那些奔跑着的青春 是吗 文艺和伤感 可不是你的路线 说吧 是不是案子有什么新发现啊 只是突然想来校园里走走 你怎么了 怪怪的 你是不是应该找个女朋友了 毕竟田净植已经是过去世了 找到你那个苏醒的研究材料 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就像抓到真凶 对你来说很重要一样 我现在做的事是我的梦想 我相信当警察也是你的梦想吧 小心 李延芝 你去哪儿啊 你怎么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国际联合军火走私的案子 暴露在部中 肺癌 什么时候的事啊 为什么不去医院治疗 不短时间了 只有医生和我的上子知道吗 我不想停歇工作 也不想接受化疗 我不想被别人当作病人 我讨厌亲人被伤了表情 讨厌朋友的探视 但是更讨厌自己的无能为力 所以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就好了 直到不得不面对的时候 你能理解吗 对不起 你身体不好 你看啊 马上就表现出对待病人的态度了 所以小植也不知道你的病情吗 你拒绝她的求婚 就是因为 缘分尽了 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对吧 当然 这件事 你会替我一直保密的 对吧 我们谈谈 对吧 白天的事 我向你道歉 你说得很对 这一切都是由我引起的 我没有资格责怪你 无故把你卷进来 我现在后悔了 你 后悔认识我了 对 我后悔了 当初你的血救了我 作为回报我也救了你 我们本应该两步相牵才对 是我一心想着报仇 让你也卷入到危险之中 不过现在事已至此 我会好好地保护你的 但是记住 在任何我看不到你的地方 你一定要学会自保 如果遇到危险 一定要坚持等到我来救你 你的战友愈有发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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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 不是单纯的战友愈 是爱 你说得没错 战友愈和爱的感觉是很相似 我也曾怀疑过我对你的感情 是战友愈 但现在我确定 不是战友愈 是爱 虽然我嘴上老抱怨你 也真的很害怕 但 但我为你做的一切 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 没委屈过 都是心甘情愿的 而且刚才也听你说了 你后悔连累我 想保护我的话 让我觉得现在为你去死 我的韩笑九泉 是 我对你是有战友愈 但我也愿意牺牲 愿意奉献 这就不是爱了吗 静止 你清醒吗 怕什么 我还能吃了你啊 薛妖怪 你真是太不了解 现在的女人了 现在的女人 愿比你想象中 要现实得多 像这种没有未来 没有结果的感情 我这种聪明智慧的女人 是不会要的 除了这张脸 除了有钱 其他的 都不符合我的要求 我又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只要有一点不满足我 我都完全不会要的呢 懂不 你说你爱我 但是我不符合你的标准 冰狗 就像你只能想用果汁一样 无论果肉再好 它从一开始就出去了 最好不过 因为我 不可能爱上正常的女人 也没有找人 共度余生的打算 你能 从我的腿上下去吗 没酒量就不要喝 喝那么多感冒 没酒量就不要喝 没酒量就不要喝 喝那么多感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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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这阵子暂时不能去你哪儿了 好 知道了 你自己小心一点 那边的事情安排好了吧 是的 一切准备就绪 很好 是时候准备收网了 到我家了吗 还没呢 在堵车 田小姐 你最近是不是精神不太好 鸟 鸟的 你是跟大小哥吵架了吗 我们前几天已经摊牌了 没什么可吵的 摊牌 摊什么牌 四哥二朋友一对王啊 我爱薛妖怪 但薛妖怪不爱我 说什么不可能 喜欢上正常的女人 其实都是借口 他还真当人妖殊途啊 就算人妖殊途 但是爱不殊途嘛 东东 你说我是不是很没魅力啊 田小姐 千万不要这么说 你是我见过 最有魅力的女人 哪是因为你见过的女人少 那像薛妖怪 活了那么久 见过那么多女人 眼光那么刺激 自信心碎成渣儿了 哪有什么精神呢 那明天晚上的慈善晚宴 大小哥还会陪你一块儿去吗 当然 那你可得保护好大小哥的身份呀 情侣的事情只能对朋友公开 对外要说 她是晚宴给你准备的礼仪难办 千万不要让媒体 拍到官方的照片 以免被你的那些 小宅那门人肉了 放心吧 这种慈善晚宴 都是媒体安排的 不会随便乱拍乱报道的 再说了 薛妖怪哪有能被人 人肉到的痕迹 你说明天晚上就慈善晚宴了 对啊 这这这就 我就 我慈善盼盼的东西 还没准备好呢 这这 对了 快快前面掉头 去老天家 掉头啊 快点 媒媒 女婿怎么没有 跟你一起回家呢 老天 我这都还没嫁出去呢 别弄女婿女婿的叫 小两口吵架了 女婿要是欺负你的话 我们好得很 别老瞎操心 我就是回来找个东西 找完我就走啊 好啊 你跟我说 搞不好我还知道东西在哪呢 我三年纪画的画 你知道在哪吗 你 你不是不喜欢画画了吗 走吧 现在还要找那些破烂东西啊 什么叫破烂东西啊 那可是女神纯真心灵的艺术品 那个 萱萱不是要办慈善晚宴吗 我要准备一个东西 用来慈善拍卖 所以我觉得我的亲笔画作 非常非常适合她的主题 那么低的水平 会有人买吧 什么画啊 那关键是要看谁画的呀 好 那我出五十买了 不是啦 妹妹 这要是有人出低价出售的话 这不是很丢面子吗 而且不仅是你呀 我的女婿 不是也跟着丢面子吗 放心吧 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好了 当年叫我画画的那个张老师 不是已经成大师了吗 他的画作很值钱的 你记不记得 他当时送了我一件 我准备把那一件也找出来 近拍到女神的画作 就送大师的画作 我绝对没问题的 没有问题 我这么感觉高反了 不要管那么多了 到底在哪儿 你妈一直想培养你成为明媛淑女 自从你进了掩饰权之后 她就把那些伤心的往事 搁在床底下了 真在这儿啊 谢谢老爸 这是什么呀 天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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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车 人家 宇宙第一美 拯救自信的时刻到了 回来了 爸妈都还好吗 都挺好的 只有我爸在家 我妈出去喝下午茶了 你怎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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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正好做他的吧 爸妈关了 一会儿就打结局了 你就没有觉得我今天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穿的可是你给我挑的 性感蕾丝内衣 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吗 我挑的 当然是你挑的 还有一整相当碑 不顾一共有两件 要不然我再去给你 换另外一件试试啊 不用了 应该都一样 我还要看大结局呢 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 要说吗 我想起来了 确实是我记过去的 看来你已经知道 我当时为了留下来 用了一点小计策 小计策 就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没有 小计策 小计策 我觉得我们需要谈一谈 谈什么 我可是公认的宅男女神 你刚才的反应 让我非常没有面子 宅男女神 看来可信度不怎么高啊 什么意思 我在棺材里 躺了一百多年 都没有出来过 论资历 我是宅男鼻祖 论翟铃 我是百年宅男 可你刚刚那个样子 完全没有任何地方 能够吸引到我 只会 让我觉得很低俗 知道了假扮情侣 是薛妖怪 一手策划的事 我竟然没有 应该有的气氛 到最后弄假成真的 反倒是自己 天晶芝 你怎么这么不争气 这么不争气 这么不争气 啊 啊 人妖殊途注定没有结果 但被这样赤裸裸地无视 还是无法忍的 啊 薛妖怪不会是 啊 天小姐 天小姐 非得要这样吗 冯冬冬 想不想涨工资啊 天小姐 冬冬去了 天小姐 天小姐 大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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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为慈善晚宴 准备的衣服吗 需不需要 动动帮你烫 好 怎么了 大乔哥 烫到了 大乔哥 真的烧得好难受啊 大乔哥 我给你治疗一下 等等 说治疗一下 还疼不疼 好点了吧 我 薛妖怪 冯冻冻 薛妖怪 冯冻冻 田小剑 我在这儿呢 你们竟然 真是不知廉知 小学 薛妖怪呢 大乔哥先给我做了紧急处理 他出去买汤上药了 原来薛妖怪不喜欢男人 田小姐 刚才为了效果逼真 我是真烫着自己的手 那个工资的事情 田小姐 那 那个工资的事 什么工资的事啊 你自己刚刚不是也很享受吗 我 再说 这薛妖怪没对你下手啊 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丑 大乔 这些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早餐 都是你爱吃的啊 你不要夸我贤惠 因为这都是每个女人应该做的 是的 你没有看错 女神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也希望有个男人爱她 宠她 把她捧在手心里当个宝 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女神高高在上 有距离感 女神不需要被供奉在神坛上 你明白吗 天净植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不喜欢美女也不爱男人 也不是因为我是女神 而让你感到压力而退缩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我呀 我就那么没魅力嘛 天净植 我认为你很有魅力 就像你面前的食物 有很多人会喜欢你 但是 我早就习惯我面前的这些食物了 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不用说了 我明白 你想说 你习惯了一个人走沧海桑田 闲看云起云落 对不起 是我惊到你了 打扰你了 天净植 醒醒吧 田净植 醒醒吧 谢谢 谢谢 你今天一定是宴会上 最美的女人 千万别这么说 田净植小姐会发飙的 她可是自封宇宙第一美 你有那么多事要忙 没必要亲自过来接我 我是来附近请罪的 上次的事我确实很生气 但是我确实不该对你 发那么大的火 不 你说的都是对的 是我违反约定在先 是我的错 你生气是应该的 所以 我们真是握手言和了 当然 我很珍惜你这个朋友 我一定会认识 你不想着用 我 想着用 你不想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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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薛 薛浩乖 你别到处乱跑 每个人的位置都是安排好的 我们跟萱萱在一起 张萱萱在哪儿 薛浅 小植 你今天真美 张萱萱小姐 你今天更漂亮 谢谢 薛先生 田小姐 你们来了 欢迎你们 洪先生好 你好 非常感谢洪先生 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 帮助孩子的机会 薛先生你夸奖 今天晚上随意点 就当自己朋友的聚会 好好玩 今天很好看啊 谢谢 小姐 我是陪影侠 欢迎欢迎欢迎啊 张总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我也要过去行 你们自己吃一点啊 对了 这里啊 有你最喜欢吃的猫股蛋糕 我又不是过来吃东西的 走 带你吃东西去 走 雨菲 你不是不能消化骨铁书吗 在这种场合 我必须像正常人一样 才不会被怀疑 一会儿 我找一个地方 把它吐掉就好 还好你不是长颈鹿 还好你不是长颈鹿 浪费食物的人 下辈子要变马桶 这里要什么呢 你不是长颈鹿 举办这样一个有创意的蜿蜿 会引发大家 对孩子心灵成长的关注 他做慈善还是很不错的 好 改变主意吧 是啊 那你把大乔让给我 绝对不行呢 好 这个课题我们很感兴趣 李教授啊 师父一下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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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上次见你是在 医学院的基金会 成立仪式上 李教授可是医学院的 客座教授啊 百忙之中来参加 我的晚宴 非常感谢 我 我是替院长来的 院长他去参加 儿童自闭症的 医学研讨会去了 没有时间 我 没关系 没关系 什么原因不重要 非常感谢 来 那我先试陪一下 有什么事 好 随时找我 好 好 对了 你今天哪儿什么东西 过来拍卖啊 保密啊 一会儿绝对让你 眼前一亮 尊敬的各位女士 先生们 我们的慈善拍卖 现在开始 各位晚上好 非常欢迎 各位能够光临 我们洪氏集团 特别举办的慈善晚宴 今天晚上 所有的拍得的善款 将用于捐助 我们需要帮助的儿童 所以我决定 今天客串一把主持人 来进行拍卖 马上进入我们的拍卖环节 有请我们的第一件拍品 第一件拍品 《极品翡翠玉拙》 捐赠人 女星张萱萱 我的未婚妻 这件玉拙是萱萱 第一次拿最佳女主角的时候 随身佩戴 意义很特别 据说这块玉拙啊 跟当年慈禧太后 佩戴过的那一款 是一模一样的同款 所以谁拍到的话 应该很幸运 可以开始吗 起拍价五十万 每一次加价 有第五万 现在开始 八十万 一百万 一百万 还有没有 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两次 好 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一次 两次 三次 成交 早知道 我就把你的古董 拿过来了 那你拿了什么 别问了 一会儿我的拍品 要是没人举牌的话 你一定要举啊 好不好 你又不差钱啊 这不是钱的问题 问题是我很怕 别人说我选择拍品 没有引过 慈善最重要了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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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后绝对不再逼着你吃蛋糕了 拜托 帮帮忙 八十万 一百万 除非你愿意答应我一件事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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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开头 你没开头 你没再出现在路口 这次换我 都随便再说放手 那天以后才没亮起的旅途 说过时间不会再有的永恒 我还在等 我回忠于了 你会不会不舍我 你让回来 因我一生 你会不会不舍我 等你开口 等你说跟我走 所谓以后 一眨眼就到头 等你开口 等你在出现的路口 从今以后 我随便再说放手 从今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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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随便再说放手 我随便再说放手 我随便再说放手